大家好,我是酷奇 继前面的大罪龙 以及钥匙装备的介绍后 今天要来谈谈五大钥匙俑者的性能 角色会从一般抽弹机中出来 入手难易度偏高 但在活动期间 能够分别购入两次礼包获得 让部分有在课心的玩家 能够更缺切的入手角色 本次的角色都是30回合的变身术 并且进化前都有自带3SB 这个部分就不会在介绍的时候重复提及 我们重点会着重在进化前的生存力 以及进化后的队长队员能力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了解角色的性能 首先是火属性的引勇者CLEON 变身前有7COMBO强化 以及5色破防 虽然火力不足 但面对特定高防御力 配低险量的敌人 能够发挥部分的威力 变身技是3回合 3倍火属性增伤 变身效果强 增伤幅度大 使用上还可以 队长技是火属性的HP及攻击力2倍 HP50%以上伤害减轻 5COMBO以上攻击力上升 最大6倍 被血也加上条件减易的减伤 让角色的生存力很高 替安心存到角色变身所需的回合数 变身后 成为火属性第一个有4个COMBO强化的角色 搭配超过3500的高攻击力 瞬间成为火属性最强的平坎打手 但5色破防与变身后的技能 似乎不那么搭配 技能是一回合 回复力和操作时间1.5倍 全本面转火 回复邪魔 只需要CD3 技能非常的强 本身只要有被血没有回复加成的队长技 在技能回复力上升 以及新出生成的辅助下 可以更快补充体力 只是这类型的技能 在面对需要贯穿的敌人时 很有可能会有开歪的情况 但考虑到CD数只有3回合 可以很快存到下一次开技能的时候 因此这方面的困扰会少许多 队长借从原本的12倍 上升至22倍 火力极高 加上队伍编程几乎没有限制 可以安心的将天罩 或是琴音等回复角色编入使用 只是要注意 角色没有固定伤害 加上目前有孤伤的火属队长 除了火大叔外 几乎不存在条件更简单的设定 虽然也可以搭配像是碎魔女 这类型的横排队长 但没有康布加成的辅助 可能无法发挥队长最大倍率 因此混搭上需要稍微留意 兵用者 Manyto 变身前有的2秒手指 可以补充不足的秒数 变身技是3回合 伤害吸收无效化 和无效盾贯穿 这个组合是现环境唯一的搭配 长时间的效果 让角色选择变身的关卡 会变得相当重要 队长技是3次以上 一康布加成 互伤100万 侵蚀至有60%减伤 攻击力15倍 变身前的队长技 生存条件很低 若凑不到足够的新珠 有很高的几率无法生存 但若能够靠着队员的辅助 成到变身 则角色的队长技会瞬间强化 变身后有的3个combo强化 以及3秒手指 对于10次队长而言 自身可以作为打手 又可以补充秒数 原本认为是缺陷的队长技 在技能的辅助下 可以完美地发挥出来 技能是又直排生存回复 嘴 和回复锁珠 一回合一combo加成 新十字队长 最担忧的就是回复的匮乏 冰勇者的技能不仅CD短 又有外提供会欠缺的combo加成 锁珠的效果也能够方便我方存珠 队长技的倍率从15倍 上调至24倍 是目前新十字队长中倍率最高的 最重要的是队长技的设计 解决了过往新十字队长 无法做追打的问题 贯穿千环镜也可以透过 潜在弹容解决 冰勇者的出现让角色可以与未来所有类似的队长混搭 就算不是消十字 三色顾伤更可以与多色队长混搭 相当优秀 三勇者 阿姆里和Linear 三手指 变身后有四手指 是目前除了阅读之外 自带手指数最多的角色 变身技是三回合的延迟 看似偏弱的技能 但其实在面对高难度关卡时 延迟都是有用的策略 加上持续时间长 个人觉得还不错 队长技是攻击 和回复type的HP 即回复力1.5倍 攻击力5倍 五色同时攻击有半减 攻击力3倍 两combo加成 五色才有半减 与兵用者一样 有着变身前生存力低的问题 加上type的限制 还需要多色队员 能混大的选项会变得很局限 变身后 有着10combo 以及7combo强化 超过3800的攻击力 是优秀的五色破防打手 技能是现环境第二的转转生成技 而且还是CT2的两回合两个 意味着技能可以每回合开启 原本达成条件困难的五色半减 反而可以透过长时间的转珠来捞出来 倍率从原本的15倍 上升至25倍 变身前的生存力虽然不高 但能够与生母女 或是通行百万等角色混搭 让角色能够撑到变身后 只是队长技感觉使用起来会相对困难 又或是说比较不直觉 或许朝队员发展会比队长来得使用些 新勇者Ferule 贯穿与两个超追打 攻击下的绝型组合实在难以使用 变身前的队长技是光属性的全能力两倍 独无效化 光6颗连在一起有6倍 两kmo加成 尽管倍率不高 但光是全能力两倍这一点 就能够让角色安心地存到变身技能 变身后 不论是队长或是队员的性能都特别的强 决心有两个combo强化 两个贯穿 两个超追打 如果能够同时触发的话 火力远远超过四个combo强化 或是四个贯穿的角色 在上次的影片中有提到 大罪龙以及免费的装备中 已经存在光回复固定生成的技能 若搭配新勇者使用 会变得额外破格 技能是一回合光属性攻击力三倍 最下牌生成光 光锁珠 只需要三回合 是光板的机器人 技能太强了 增伤幅度高 CD又短 只可惜这类的角色 由于变身前性能不佳 不适合放复数在队伍中 编程上需要多费心思 队长技从12倍 上升至20倍 两combo加成 目前光横牌能够混搭的顾伤队长 比较实用的只剩下霸王玩 不考虑横牌的话 还有学员阿波罗 或是花架断容等等 但似乎又不是那么搭配 感觉信用者还欠缺一个更完美的队长 一旦高顾伤的光横牌变身队长出来后 角色很有可能会成为 目前最强的横牌队长之一 最后是越勇者 变身前有50%以下攻击强化 以及贯穿 是所有勇者里面进化前 就有高攻击输出的角色 变身技有三回合半减 让角色的生存力可以再提升 队长技是暗属性的HP2倍 HP50%以下有减轻 攻击力5倍 暗两串有3倍 顾伤1 队长技算靠着背血 能让生存力提升 但两串的队长技到目前为止 可以说是几乎没有流行过 因此使用起来困难度很高 变身后是在4个50%以下攻击强化 外加双贯穿 是目前残血状况下 贯穿火力最高的暗属性角色 要触发角色的觉醒 有鉴于技能非智商 让角色不好发挥实力 技能是暗的6颗生成 一回合伤害减轻 CD数虽然很低 但开启技能后也难以确保血量是在50%以下 恐怕需要靠敌人的伤害 或是其他角色的补助 使用会比较好 队长技从15倍上升至25倍 只是条件需要半血 又需要两串的暗 条件非常的苛刻 建议将角色作为队员使用会比较好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一次五只钥匙俑者的介绍 最后我个人再稍微统整一下全部的角色 火属性的勇者伤害高 技能强 能混他的选项有限 目前队员感觉比较合适 转属性的勇者 心直自觉起靠他 混他选项多 未来性最高 木属性的勇者 转转生成技 队长技不直觉 做队员可能比较好 光属性的勇者 非常强的短CD横排增伤技 队长还在等待更强的混搭选项 暗属性的勇者 弹血平坎贯穿手 队长合适度低 还在等更强的队伍入队使用 如果对于角色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欢迎大家留言在下方一同讨论哦 喜欢我的影片 希望能够帮我按赞和订阅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